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演示导轨式串口服务器DR301的基本测试教程 首先可以看到设备的相关细节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硬件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的串口是232串口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接线TXX交叉接线 JND接JND 连接完成后我们连接USB转232串口线 接下来我们连接网线 网线的一头插在设备的网口上面 另一头插在电脑的网口上面 硬件连接55后我们给设备供电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设备指示灯已经亮起 Power灯常亮代表设备供电正常 Walk灯闪烁代表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网口指示灯为绿灯常亮 黄灯闪烁代表正常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基本测试 首先在网络和Internet中找到更改适配器选项 将电脑的IP改为与设备同网段的IP 在此我们设置为192.168.0.204 紫网研码为255.255.255.0 网关设置为192.168.0.1 点击确定 然后大家将其余的网卡借用 现在大家在控制面板中找到系统和安全 再次关闭电脑的防火墙 如果大家电脑上存在各种杀毒软件 大家自行退出 现在我们打开设置软件 点击搜索设备 点击搜索到的设备 可以在设置软件右边 看到设备相关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的工作方式为TCP Clean 现在我们打开串口转网络条助手 右边网络端 协议类型 我们选择TCP Server 本地IP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IP 本地端口可以随意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开始监听 由于客户端的目标IP为服务器的本地IP 所以我们需要将设备连接的目标IP 改为192.168.0.2.4 远程端口改为服务器的本地端口8234 点击下方的保存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串口转网络条助手这边 已经出现连接对象 证明我们网络连接正常 现在我们打开串口 注意一定要选择正确的串口 以及串口参数 串口号可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在此我们识别到的com口为com5 默认参数为115200N81 我们选择参数之后 打开串口 现在我们发数据看一下 串口给网络发数据正常 网络给串口发数据正常 到此我们的基本测试已经测试成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